第二十节,优秀的基金销售员。 优秀的基金销售员为了将这种需要转化成优势,约翰·麦利威瑟开始寻求一些外国银行作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外部合伙人,以便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更具国际化色彩。 约翰·麦利威瑟希望每一个这样的外部合伙人,他称之为战略合伙人,能够报销亿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并在其本国市场上加以消化。 这个计划是非常典型的约翰·麦利威瑟式计划,包括将投资者称为战略投资者,以取悦于这些投资者等等。 事实上,至少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做法确实能够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这些外国实现双赢。 所以,罗伯特·莫顿教授非常喜欢这个计划,在他看来。 这个计划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理论,即旧的机构体系是完全可以突破的。 约翰·麦利威瑟这一计划的另一个好处是,在美林证券争取客户的同时,约翰·麦利威瑟可以集中精力与国外大银行进行有针对性的洽谈。 此时,美林证券的资金募集工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分支基金系统,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能够以不同的基金形式向不同税负、不同法律地位的投资者进行筹资。 在这些分支基金中,有专门吸引普通美国投资者的,也有专门为免税养老基金而设计的。 还有为日本投资者专门设计的将利润与日元进行对冲的一个基金。 此外,他们还为欧洲的机构投资者设计了一种只能将资金投资于在交易所上市股票的基金。 后来这一基金在爱尔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但是所有这些分支基金都只是一个幌子,都不保留募集来的资金,而是通过账面上的技术处理,把所有的资金输往他们共同的核心基金,注册于避税天堂开曼群岛的长期资本投资组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长期资本投资组合都是唯一的一家基金,它是买卖债券和持有资产的主体。 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则负责这一基金的运作。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册于特拉华州,兴致为合伙制企业,其所有人为约翰·麦利威瑟及其合伙人,以及部分合伙人的配偶。 尽管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结构让很多人对之望而却步,但受到大部分合伙人的热烈拥戴。 在他们看来,他们驾驭复杂交易的能力,就是他们与其他交易员相比所具有的优势之一。 当然,从形式上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既不在开曼群岛,也不在特拉华州, 他们的办公地点都在康涅迪格州的格林威治和英国伦敦。 在刚刚开始市场推广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这些合伙人就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天,在他们的律师托马斯·贝尔·辛普森·撒切尔·巴特莱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的办公室里, 埃里克·罗森·菲尔德兴奋地跳起来说道, 快来看看这个,看看索罗门兄弟公司都做了些什么。 他把一张纸扔在大伙面前,那是索罗门兄弟公司的一张收益报表。 索罗门兄弟公司已经正式决定,将套利部门这些年来获得的利润公诸于众。 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外宣传他们以往的辉煌业绩了。 索罗门兄弟公司公布的这份收益表显示, 在过去五年中,套利部门每年为公司带来五亿美元的利润, 占其利润总额的大部分。 但即使如此,他们还不足以说服投资者将钱投给他们这个基金。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尽管美林证券一再劝说, 但约翰·麦利威瑟及其合伙人始终对他们的投资战略守口如瓶。 更有甚者,他们连交易方案都不肯向投资者透露。 所以,即使投资者有兴趣投资, 但他们始终没有任何办法了解合伙人究竟会怎样处理他们的投资。 毕竟,在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对债券套利并不了解。 美林证券负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筹资方案的老烟枪, 主管艾迪森·米切尔, 一直都在试图说服约翰·麦利威瑟讲清楚他的投资战略, 但是约翰·麦利威瑟好像根本不记得是他需要筹集这笔资金, 始终不肯加以披露, 甚至在与艾迪森·米切尔私下相处时, 也严守自己的口风, 绝不透露他自己联系的银行名称, 好像这一切都牵涉到国家机密一般。 面对这样一个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客户, 艾迪森·米切尔感到极为尴尬, 他甚至连将这一基金卖给自己的老板都做不到, 更何况卖给其他投资者了。 因此, 尽管艾迪森·米切尔向美林证券建议说, 公司应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是遭到负责美林证券资本市场业务的戴维·科曼斯基的断然拒绝, 他只同意将美林证券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筹资方案中所获的 1500万美元手续费拿出来, 投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他一切免谈。 在录演途中, 一个包括马尔隆·斯科尔斯、格力高里·霍金斯 以及若干美林证券人士在内的小组, 辛辛苦苦地去了一趟明尼阿波利斯, 对保险业拒搏康塞考公司进行了一次访问。 当他们筋疲力竭地赶到康塞考公司后, 马尔隆·斯科尔斯立即向他们解释,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如何能够在哪怕是效率相对比较高的 市场上获得巨大的利润。 突然,康塞考公司一名30岁左右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员 安德鲁乔说道, 市场并不会给你那么多机会, 你根本就不可能从国库券市场上赚到那么多钱。 这位仅有金融硕士学位的年轻人, 似乎对大名鼎鼎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型的发明者并不买账。 被激怒了的马尔隆·斯科尔斯, 马上从皮靠椅上站了起来, 怒气冲冲地对安德鲁乔大声吼道, 你就是原因,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笨蛋, 我们才能赚到那么多钱。 对此,康塞考公司感到极为不满, 会议很快就不欢而散了。 美龄证券的人要求马尔隆·斯科尔斯赔礼道歉, 但格里高里·霍金斯觉得事情很好笑, 一直捧着自己的肚子在那里狂笑不止。